我們會想這邊跟您請教 因為成長被問到疫苗的價格 他講現在要他講的話就是居心偷測 現在在國外公開疫苗 連民間都封開 但台灣為什麼不敢講得要保密 您認為我可能是什麼樣的原因 陳時中要不然就是中文不太好 不太了解什麼叫居心偷測 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居心偷測 所以不會講疫苗的價格 譬如說郭蔡銘他們買BNT 第二天就知道三十一塊一劑 加上冷鏈來的大概三十五三十六塊 很清楚的 華盛頓郵報把全世界各國買疫苗的價錢都登出來了 這是沒有台灣的 譬如說AZ 美國一劑買四塊 巴西買五塊 印度買兩塊七毛五 都登在上面 包括什麼BNT 包括Moderna 都有價錢都知道 各國買疫苗 沒有一個國家把他當成機密 只有我們台灣把他當成機密 這很奇怪 它是什麼機密呢 它是國防機密嗎 就算是國防機密在立法院 買美國的飛機 買F-16 買戰艦 立委也都知道 只是不能去講而已 只是 你當成國防機密審查 那還是要知道價格 那居然我們不知道 那總預算變了三百多億 然後現在花了六十七億 然後說呢 按照這個比例 進口的只有十億 那剩下五十七億到哪裡去 請你講 這巨型剖測 存心不了 真的不懂 陳時中的定義都很奇怪 那他們老是說這個價格不能講 那以後就會破壞 我們買的進度 那你看郭台銘他們已經知道三十一塊 也知道他們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可以進來 那我們買了那麼多疫苗 那在哪裡呢 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 我真的我覺得 開大門走大路 這個疫苗不是什麼秘密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是納稅人 我們有權利要知道 你疫苗到底用什麼價錢買 然後跟誰買 買了多少 然後什麼時候到 都應該要讓我們知道 那因為談到疫苗 那這種平台一直就在講說 我們疫苗足夠了 足夠了 但是有人在其實就是說 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因為我們民眾想要打這些莫德納 它就是足夠啊 那難道是要由這個市場給國產疫苗的大品 那另外這個 就是早上有講說 還要自己在決賽買第三季嗎 您認為這有沒有很配搭 就是說 柯文哲預備局在40億 那40億買多少疫苗呢 40億大概買400萬劑BNT 他發持一次40億是紓困 40億買疫苗 那40億就是他在買400萬劑 400萬劑 讓台北市可以打的是 每個人打兩劑 因為 你現在有價錢就知道比較 對不對 像過產品他們500 500萬劑花49億 所以40億大概買400萬劑 那台北市260萬劑 乘以7成8成 就是小 baby不能打 所以大概200萬人的話 400萬劑大概打兩次 所以合理了 那 也就是說 當你中央政府 你無能 你買不到的時候 地方就急了 那 你譬如說 莫德納 現在大概二輪三輪登機 有900多萬 登機二輪三輪 是一半要打莫德納 這根本沒有莫德納可以打 因為我們莫德納一共進來 買了505萬劑 然後 跟美國送我們250萬劑 加起來755萬劑 第一輪 這一段時間 就打了300多萬劑了 那你第一劑打莫德納 第二劑還是得給人家打莫德納 莫德納到現在為止 不能先打莫德納 後打別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其他人怎麼有機會得呢 得到莫德納呢 但是指揮中心說 有啊有啊 我們已經 另外去加滿莫德納 你什麼時候加滿的 你買多少告訴我們啊 都不講啊 像這件事 政府就應該開大門 找到公告讓大家知道 免得現在很多人在那邊 自己幻想 我很多朋友都幻想說 我現在去登機打AZ 因為我打了AZ 我第二劑就可以打莫德納 或是打B很低 那我說你第二劑的B在哪裡呢 莫德納在哪裡呢 不知道 你去問陳時中 陳時中有說 他也不知道 所以政府還是要講清楚了 把那個實際的狀況講清楚 到底在什麼地方 另外就是 譬如說 他們現在買了1500萬機BNT進來 那什麼時候會到貨 AZ什麼時候到貨 這時間的前後也有關係 政府只有一個辦法 可以讓第一劑打AZ 第二劑打BNT 第一劑 第一劑 只能打AZ 因為我AZ很多 我有1800多萬機AZ 所以呢 只能打AZ 第二劑呢 才可以打BNT 那現在問題呢 如果說先進來是BNT怎麼辦 因為你AZ我們買了1000萬機 現在沒進來多少劑 那如果你AZ進得比BNT慢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這是政府要考慮的 他不是嘴巴 隨便亂講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說 譬如說政府 他買了多少 為什麼說他夠 因為他買了1000萬機的AZ 505萬機的莫德納 460幾萬機的COVAX 所以加起來有大概1980萬機 是我們買外國進口 然後另外呢 1000萬機是國產 1000萬機又可以開口高端燃養 再買1000萬機 所以共2000萬機 所以他說我夠了 但是聯亞跟高端燃養沒出來 那你國外買的1980萬機 現在到了多少 不是你買了多少 而是你買到了多少 我現在是我買的 但是 有沒有買到 多少進來這才重要 所以他現在都沒有 他只是我買的 他是訂購的 他說我下訂的1980萬機進口 但是現在進來的沒多少劑 進來大概10%有沒有我都懷疑 所以大家覺得不夠 他說夠了是說他買夠 老百姓民眾覺得不夠是沒有打到 沒有看到進台灣 那對民眾來講 你買多少是一回事 我要看到才重要 我打到才重要 而且沒有 如果不是美國跟日本中的話 台灣現在打的5%都不到 現在因為有美國和日本 所以才打到20% 一劑而已 一劑而已 很落後 我們在全世界比 那因為他這樣 我們進來的就是補購 那他現在就接下來有開放給人家 可能就在講說 如果有可能會不會 國產疫苗要留一塊市場 大股要給他 看起來是這樣 他之所以開始的時候 沒有很積極去補購 就是想留給國產疫苗 但現在國產疫苗 被質疑地方一樣很多 那大家有沒有信心 就是六萬多元 所以我覺得你就多進入 有什麼關係呢 多買一點有關係 又不是沒有錢 明明有錢立法院 编了三百多元給你 你擺那個地方 你最多買 譬如舉來講 立方現在想買BND 你讓他買 柯文哲想買MRNMU 就是他買 他買了很多以後 AZ沒有人打怎麼辦 捐出去就是了 那你今天打AZ 不是日本人捐你的嗎 不是那個 什麼立陶宛啊 斯洛伐克捐的嘛 那既然人家可以捐你 你現在多了 你可以捐給別人 就多買一些大概使盤打的疫苗是怎樣 這個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這個很奇怪 他們那個邏輯真的想不懂 我們要想 那另外想要再請教一下 有關小燕鎮 我的這件事 想知道你們怎麼做 因為現在是只准 這個中關聚餐 不准百姓 比如說吃蛋餅 還要被罰錢 罰三千塊錢 那如果今天 這個國民黨在出生的話 其實整個是沒有變 當然了 國民黨是被人家拿著放大金來挑剔 不過當然 執政者 被人家這個 嚴密的監督其實也是對的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 你有媒體啊 你有政敵啊 你有選民啊 大家都看著 盯著你看 那 主要是老百姓就不服的是說 打疫苗 比如台電 基層員工打不到 董事長總經理 兩百個都去打莫德納 所以基層員工就氣 很多民眾打不到 然後看到這些特權 大乎打得到 就氣 這是所謂一種 相對的被剝奪感 同樣的 一般民眾在車裡面喝水 都要被抓 對不對 前兩年 在車裡面喝水 警察去抓他 他要把他三千 他要反收政府 罰你一個人一千五 而一萬五 大家很氣 車裡喝水 曉得要幹什麼呢 好 那你不准 如果不准 喝水這麼嚴格 結果你大關 跑到這個 這個牡丹廳 對不對 那麼貴 一天一兩萬塊 然後呢 跟建商搞在一起 官員跟商人 他必須有一定的界限 不能攪和在一起 這很不好 而且去吃喝玩樂 度假 帶著家人 這算什麼呢 那 他說他沒吃沒喝 但是餐廳又說 我沒有提供水 我沒有提供飲料 沒有提供水 沒有提供食物 那你三天兩瓶都不吃東西 你孩子都不吃東西 一聽就很怪 不過他還好就是他辭職的 趕快止血 如果不辭職不止血的話 今天可能還繼續要留守 所以這點是 趕快就立刻領下的決定 趕快 不管是他主動還是上面叫他指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民眾會覺得很不服很不平 為什麼州官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變 就這個意思 這邊就是典型的歷史 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想要請教董事長 有一個有關說 這個立委林環國 他的報名案今天是達成門檻要送件 但是他一幕都一提這個蔡衡總 那又是升個票倉 這個過關其實您問我會知道 過關不知道 就是說 可能參與當季的選民 那主要的就是這個過程就給他一個教訓 讓他知道說民意代表也不是 愛怎麼罵人就怎麼罵人 愛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 還是要善盡一個民意代表的支持 就算在一個深居的選區 你也不要以為這些選民就一定都是你的 當你服務的不好 當你沒有真的凡你免疫 當你在立法院是阻擋要加購疫苗 阻擋這個阻擋那個全部都阻擋的時候 選民就會報告你 選民就會教訓你 每一個政治人類都要記取這個教訓 謝謝 好謝謝